TVBS娛樂頭條T金鐘又跟大家見面了 哈囉大家晚安 我是主持人抹布徐雲婷 今天現場又是一個非常熱鬧 因為我們持續聊金鐘獎 我們這一次還邀請到入圍又得獎的金鐘主持人 在2015年獲得了最佳綜合節目主持人獎的 廚房費保蘇艾克 哈囉主持人好鳳姐好 我是廚房費保蘇艾克 沒錯我們畫面最右邊還有我們的娛樂頭條副總編輯 楊啟鳳 鳳姐 大家好索愛克好 OK今天我們會邀請索愛克來 其實就是因為你得過金鐘獎 謝謝啦 很厲害 而且2015年的時候對不對 哇好像快十年前了 對那個時候是 做了一個烹飪的美食節目這樣子 當時第一次站上金鐘舞台的感覺怎麼樣 當時第一次站上金鐘舞台 我老實說 我真的太緊張到我現在什麼都記不得了 我那時候只有記得 我如果有機會上去舞台上領獎的話 我要好好把我準備的獎稿給念出來 我就記得我是一個讀稿機器人 我就上台把我想要感謝的人跟 得獎的心得講完 其他的記憶都是空白的耶 真的太緊張了 因為其實你真的 我覺得說緊張你應該有點謙虛 畢竟你也主持過非常多的美食節目 沒有啦 你這些主持經驗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我的主持經驗是覺得 這個時代變得都很快 像我每一次參加的時候 或者是每一次做的節目 一容其實都不一樣 是 從一開始是 可能相對大家想像的是 很美式的料理節目 然後到後來會參與很多實境啊 或者是跟等一下今天的 題目有關的 我也當過料理實境比賽的評審這樣子 就覺得哇 電視圈的演進其實真的非常的快速 真的 而且剛剛其實在開錄之前 我就有跟索愛克聊天 我就說 哇 我原本昨天在家裡煮飯 一邊想說 對我們一定要訪索愛克 覺得一切還真剛好 料理的緣分好不好 緣分兩個字不難不難 美食的緣分 我們今天啊 其實邀索愛克來說 閒聊閒聊之外 還要帶大家看到就是 今天晚上就要曝光 今天下午 待會就要曝光總決賽的 最近的Netflix最紅的 韓國料理實境節目 黑白大廚 我真的好緊張喔 今天就要最後兩集 我之前都還要 因為真的太好看了 我不敢 一下子把庫城看完 我還要配速 一次看一集 一次看一集 對終於迎來今天晚上要大結局了 相信有一些觀眾朋友 可能不知道黑白大廚是在做什麼的 還是請索愛克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當然我來簡短介紹一下 黑白大廚呢 就是目前台灣第一名的Netflix的節目 那它是韓國製作的料理實境節目 那跟過往的實境節目最不一樣的就是 它把整個競賽的氛圍拉到最滿 它比賽一開始就直接說 好 齊鋒姐 你是比較進階厲害 你就是白湯匙 你就是 已經在廚藝界很有很有風範了 然後抹布 你就是黑湯匙 你就是比較 平民 你就是比較菜啦 對 所以你想想看 哇 黑湯匙 想說什麼意思 我平常也做菜做那麼多年了 我一定要跟你來尬一下的 然後大家會想說 那這個節目好像白湯匙比較吃香嘛 就是種子選手 還直接少比了一輪 可是他們找到的白湯匙的參賽選手 每一個來歷都非常的可怕 譬如說有那一種 50年的料理經驗的中華料理大神 或者是 他的評審是白總元嘛 白總元就跟一個其中參賽者說 欸 我們不是平輩嗎 就裡面有很多白湯匙的參賽選手 他們平常也都是評審 是 所以要是我真的不敢參加欸 那 就是 我都已經當到白湯匙了 我都已經當到中式料理的神了 或者是白宮 幫白宮料理過的這些Chef 我還要去被你評比 如果輸了我的面子要往哪裡掛 會尷尬死 我覺得超緊張的耶 我覺得 現場要準備很多胃藥 我覺得那個緊張程度真的是 我光想到就覺得肚子很痛 真的壓力山大 我覺得這應該是這個幕後應該有很強的一個人脈基礎喔 嗯 才能請到這些真的是米其林級的這些大師 對 他隨隨便便幾乎都是米其 就好像欸 米其林猩猩 這邊一顆 這邊一顆 好像不用錢 我以為你要開始跳舞 沒有沒有沒有 韓團這樣 對 每個人幾乎都有米其林的加持 但是這些黑湯池也都是一些很厲害的 他們就是可能相對年輕新派的料理或是 非常有自己主見的年輕廚師 雖然黑湯池也都是有經驗的人 但是我 不瞞大家說我現在只看到第二集 因為我比較慢開始看 但是我從 就是很輕鬆的就淘汰一個人這件事情 覺得很可怕 我直接哭出來 因為他們從一百個人開始淘汰 對 然後 我也是某部 我看的時候 我 有時在想是我職業病嗎 因為我也是廚師 又是拍攝的 所以我太容易放大自己的情感 我就是常常看到哽咽 我後來發現不是欸 就我跟齊鳳姐也有聊 就是 你要怎麼樣讓這些參賽選手 他在比賽的過程中有辦法真情流露 他不會這樣 我要講我媽媽的時候 然後導演說 咔 你情緒又要重來了 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需要 很縮密跟專業的 實境節目的設定才有辦法 而且他是做吃的 對 但我有時候在想說 他感覺情緒一切都很連貫 但他要什麼時候去拍那個 還沒被吃的東西 我覺得後面有大概 大概20個家庭小精靈 真的 一定有專業的廣告美術這些 因為 食物這個東西我們拍過 就是你昨天做菜就知道 你一個湯放了3分鐘 他上面的那個一層油 他的那個光滑度跟亮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真的會 超級需要很多 整密的設定才有辦法拍得出來 所以我看的時候 真的是覺得很佩服 真的 畢竟一集砸了不少錢 我聽說是一集5000萬台幣 我這個數據如果沒有錯的話 我也是聽說大概是這個數字 網傳是這個數字 但真的太厲害了 尤其現在一路到了今天晚上 今天就要播出總決賽了 你自己心情怎麼樣 我就很緊張啊 我們剛剛坐電梯的時候還在想說 到底誰會是那個 不過我這邊可以來一個 不負責任的大膽預測 如果我是製作人 如果嘛如果 我覺得總決賽一定是一個白湯匙 對一個黑湯匙 因為他們從頭到尾就是一直在 highlight階級這件事情 是 絕對是要這樣對尬的對不對 而且我也補充一點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人家說明喔 就是 他的中文是翻黑湯匙跟白湯匙 但韓文裡面黑湯匙 其實也有土湯匙的意思 土湯匙就是對應像有些人會 含著金湯匙出聲很有詮釋 那有些人含著土湯匙就是 他沒有任何的背景 他得靠自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總決賽很有可能 我也很期待會是 就是那些很厲害的大廚 輸了要留怎麼辦啊 他餐廳要不要直接收起來 不會啦 其實他們自己現在都好像成立了自媒體 對 這也是他們配套超完整的 對 然後行銷很強嘛 你看他們很多定位都已經 訂到幾個月以後都訂不到 真的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索萊克 就是說 因為你自己也在拍這個美食的Youtube 就是怎麼樣才能把這個色香味 拍到這麼極致啊 因為你可能要取景各個角度 那東西放那邊 時間一久可能就冷了 其實我自己因為有做過那個 鴻門家宴的評審 所以有參與過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就會一直觀察他們有一些細節 譬如說他們第一集的比賽 他們所有的參賽選手都要做兩道菜 可是其實評審一起分享一道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其實同步私底下 我的意思就是他們得都要準備更多的食材 給拍攝 就是我們看起來 觀眾看起來是很流暢 是很線性的 可是其實背後的剪接啊 這些是很多功的 然後前兩集就有很好看的亮點了 其實就是 一般烹飪比賽都是線性的 一路比下來 但是他是跳著剪接的 他會把 譬如說我們兩個都做中菜 他會故意不管時間 走出把我們剪在一起 做出觀眾的那種 哇靠原來 這兩個人那麼接近 對就是評審吃到一半 然後吃我的是一半 也吃你的是一半 然後就不知道到底誰會被淘汰 其實他們在現場 根本就不是同時間吃的 如果你去看他的計時或什麼 或者是我們兩位可能都是做法國菜 他就硬要把你剪在一起 對 就是我覺得他 我覺得已經完全超越我對電視節目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神作 就我常常看到了 我們都同行嘛 我們看的時候都會一直想說 他怎麼有辦法把這一顆也拍出來 或者是他那個眼光裡面 那邊有淚光一秒而已 他也捕捉得到那個瞬間 真的 那要怎麼讓觀眾感受得到 這個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們聞不到嘛 對 所以首先那個東西看起來好吃 一定就是要有專業的美術團隊 然後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 我自己很好奇 我不知道 他們評審有沒有訓練過 就是 他咬下去幾秒 要給出反應剛剛好 哇 因為要賣個關子 這很清楚耶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吃得超大口的 對 就是很多人會說 哇看這兩個評審吃飯也吃得很香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沒有設定到那麼細 或者是靠剪接把最後這個呈現出來讓 就是大家都非常買單 太猛了 因為 你說 我只是想接著分享 我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 我的第一名喜歡的第一名 是 是那個學禪媽媽 我們也跟觀眾提醒一下 就是 學禪媽媽她是一個 應該是她兒子幫她報名 她是一個在學校 服務15年的 營養午餐的一個Chef 她英文叫做School Chef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就直接 露臉 你這樣子講一講要上個 我就直接要 我就直接要 我跟你說 我一看到那個媽媽跟她的菜 我還沒看她講什麼 我就直接先去拿好兩張衛生紙 我就覺得 這個我等一下一定撐不過去 我絕對會噴累 後來咧 我就是大哭啊 我想 我每次看到我就覺得 讓她過 讓 真的不 你不覺得很感人嗎 我很想看你一下 就是 怎麼會各行各業 大家覺得 厨師你就是Find Dining 你韓國中餐 怎麼會有營養午餐的媽媽來 揪心啊 我覺得他們早餐在這很厲害 對 我也有一個印象很深的 也是一個 好像你是韓國當地料理的媽媽媽 對阿姨 無菜單 對 我真的刀背如流 那個也超紅耶 那個媽媽也是 她只要一上台 我就要先去抽衛生紙 就是真的太感人了 然後她 那個媽媽後面有一集 是要做出 微微爆雷 但不影響淘汰什麼 她要做出對她人生中 最受影響最神的一道料理 我一邊看 一邊在查索爾機票 就是我就真的 我要去吃那個阿姨無菜單 喔 說到訂餐廳這件事情 你知道他們有那個 定位網站 對 他們韓國的定位網站 已經做出黑白大廚的頁面 都幫你飆好 然後這個節目的現象及狀況 到那個脆上面 比如說我同事就是迷妹 他就會傳給我說 欸 誰 三星是什麼什麼做 安城仔是摩羯座這樣子 大家就會 所有的人開始比較 是不是要附上一些MBTI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已經有MBTI了 韓國人應該更喜歡這個 說到這個 我月底要去韓國 我先幫大家去採點看看 好不好 我跟你說 餐廳都訂不到 你現在餐廳全部都 要的話要趕快 好 我等一下節目一結束之後 他們這個文化觀光輸出 真的太厲害了啦 很猛 我覺得這個節目就是 我覺得就是行銷非常成功 然後就是整個 你看他帶出多少東西 一個是旅遊嘛 你看某步就想去韓國了 一個是美食嘛 餐廳真的是爆炸了 還有我覺得他最成功是 每一個參賽者背後的故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他們的靈魂 而且他們很特別的是 一般節目可能我叫誰誰誰誰誰 大家就忘記了 像我現在可能已經忘記你的本名 但我記得你叫抹布 是 他們沒有給人家本名 他們是用一個 代號 有點像是取一個hashtag 你永遠會記得那一個很明顯的 大家在聊的也都是這個 譬如說我 上禮拜大家颱風機要關在家裡很多天 我就趕快上傳了一隻 隱藏大廚的那個義大利麵 已經破一百萬了 我很久沒有流量這麼高了 我想說我何德何能 我想當一下隱藏地財 我是真的嚇到想說 哇這個現在真的討論度高成這樣子 所有人都對這個題目非常有興趣 就是畫面上面 我們待會也會播出的 就是剛剛 你剛剛講到的義大利麵 對 那做出來做的過程有很艱難嗎 超簡單的啊 因為我的頻道的宗旨 就是做一些 很用聰明的方法廢 做出美味的料理 然後隱藏大廚他在裡面 他就說 我只有煮三分鐘 可是一般裡面要煮十分鐘 他剩下的方式是用蓋鍋把它悶著 悶到可能接近七分 所以最後再炒 然後那個麵吃起來真的不一樣 因為他一開始蓋的時候 就泡了很多橄欖油進去 他那個橄欖油的青草跟胡椒香 真的是 試試看來 你最近很常下廚嗎 我不 我覺得下次要有一集 我們在這邊開火好不好 可以 可以 所以我們變成吃播 我們變成吃播了嗎 可以 我其實很想挑戰吃播 說好的娛樂頭條 那你之後還沒想挑戰什麼料理 我最近有在猶豫兩個 一個就是他們CEU已經在賣的 提拉米蘇 就是那個 拿破裏黑手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港點女王 他在後面有做了一道 麻辣港式點心 他不是一般的港點 他是把餛飩皮切得超細碎 去炸 做在表面一層很酥脆 然後配上 我會很期待你的影片 好了還是我做一千顆 我們來直播 下一次跟秦鳳姐很火鍋 我求你拜託 馬上正式把TVBS轉型這樣 真不好意思 而且這個東西放在我們節目的Ending 非常剛好 就是一個Flag 下一次大家見到索愛客 我們前面就是一千顆東西 你現在是先公開情樂的是不是 對 沒錯 下一次喔 先打勾勾 好 沒問題 下次做一點吃的 再來拜訪你 你們這個節目太好玩了吧 太喜歡了吧 而且 我最後要問一個敏感問題 就是你覺得台灣做的出來 這種節目嗎 喔 喔 解果然是解的問題 果然是30年的娛樂記者 真的 我覺得台灣在 往這條路的路上 我覺得 他的這個節目 之所以是神做已經 不是預算或什麼的 是 他需要整個產業都準備好了 譬如說我們都說 這些廚師怎麼這麼能表達自己 那是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或是他們上了很多 韓國的料理節目 他們已經 能在節目面前表達自己了 那我們 當我們台灣有更多這樣子的環境或參賽者 或者是攝影的狀態 甚至是預算我覺得 可以啦 台版的好不好 我有想過我想要拍一個YouTube節目 有沒有興趣來參賽 我覺得可以 我要挑選全台灣十位 最會做滷味的廚師 我要舉辦黑白茄大廚 好棒喔 開玩笑 露露真的有拍再請你們來吃滷味 我們當那個來賓 就是吃 評審 對試吃的就好 非常期待索愛客之後這個節目 你今天在這個節目立了很多flag喔 真的嗎 你 就是很多東西我們會等待你達成喔 我不記得了 你下次見到我請跟清醒的我說 我今天太開心 我已經 播出的時候我會發信息的時候 來tag你 今天非常感謝索愛客 今天特地來到我們這裡聊黑白大廚 好好奇到底會是誰最後勝出 期待 今天晚上一下班 我就要馬上重回去看了 真的 感謝索愛客 謝謝 謝謝模布 謝謝其楓姐 謝謝娛樂頭條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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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